各位大漫主義往中華隊列車競爭到站請問出越往前 下一站 盧密雪 7月1日回歸日遇上打風確是沒什麼影響的 很好一個公眾假期 長周末的最後一天 七八萬人放假 即使好像阿澤那樣說 預言有七十萬人上街遊行 唯有萬八人就去看維穩蘇 有四萬人去了各界慶回歸的嘉年華 亦有十萬人入馬場賭的回歸杯 是誰會拿到的話 亦還有六百萬人過著平常的日子 我見到所有戲院的網上預購都爆炸 因為每個人都要娛樂 所以茶樓一定生意好 戲院一定爆滿 商場亦一定逼爆人 只是一話打風 香港人馬上很疼心 哎呀 還風還雨 哪裏都不要去 喂 立即減少那些戶外活動 似乎最好的節目就立即變成 先走商場 然後回家打麻將 晚上那頓飯都不要煮了 叫外賣可以了 回想起來 今時今日的打風 真的沒有氣氛 哪像我小時候 我很喜歡打風 除了因為我喜歡聽雨聲之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 媽媽會在打風的那一天 將她的話事權交出來 讓我們決定究竟今晚吃甚麼菜 由於打風了 即是沒有新鮮的菜買 唯有就吃罐頭 哇 我作為一個小孩真的很歡喜 我的決定影響著全家人 於是就是 有甚麼罐頭就吃甚麼罐頭 雪櫃有甚麼就吃甚麼 那我就很高興了 長年累月累積下來的經驗 告訴我 我這家人最喜歡吃的打風餐 是甚麼 我告訴你 我們一點都不刻薄 一湯三菜 白飯任莊 湯了 就是粟米蛋花湯 罐頭粟米湯煮好後 就打一隻蛋進去製造蛋花效果 令到平平無奇的罐頭湯 忽然添之彩 三個菜 必然首選的 是午餐肉粒炒蛋 一罐午餐肉 加兩至三隻蛋 但雲細老哥都歡喜 在我成長的年代 我家中喜歡吃三花牌 就多於長城牌 而且那些午餐肉粒 要先爆個鍋 等到外面有少少金黃焦脆 我們才加上蛋一起炒 這樣才好 第二味就是豆豉鯪魚 這味道沒甚麼花巧 開了罐倒落碟 立即吃得一點都不用加工 反而第三味的梅菜扣肉 就有些技巧 一定要把那些梅菜扣肉 拿去蒸 蒸到熱 蒸到透一透才好吃 因為你要知道 那些扣肉是多於瘦 這樣的打風餐 大概超過二十年 我沒吃過 不是因為香港不再打風 不是因為我們家 雪櫃多了一些冷藏食品 以備不時之需 而是我做記者之後 即使打風也一樣要開工 即使要開飯 我便是上餐廳搞定 所以在打風的日子 過著這個公眾假期 令我更加懷念 當年我吃的這些美味的打風餐 我便是上餐廳 我便是上餐廳